先來看一個 這個協作平台 您先看一下 它其實蠻適合做 比如說老師如果有專案或者專題 或者專級網頁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所以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好像一個協作平台只有100MB 好像一下就滿了 但是其實 您還可以搭配什麼 您Gmail裡面的空間 Gmail我們剛剛講的7.8G 對不對 事實上它裡面還可以上傳什麼 你有相簿喔 你也可以放附件放檔案 都可以放 所以其實這100MB空間主要來講的話 是放什麼 放你的文字內容 或者表格 一些比較常用的檔案 所以應該是還夠 各位我這邊有我的聯絡電話 Email還有部落格 如果您有興趣的 你可以再看我們先往下看 我們今天主要的會有這幾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Gmail的部分 這個大家應該都有的 所以沒有問題 那麼再來就是說 您可能需要來做的就是 建立跟管理核的新的協作平台 怎麼把它建立出來 好把它建立出來 那如果您先練習過這樣的一個方式之後 我們最重要的其實 在這邊就是等於是做網站 對不對 可是老師 你想看 你現在有沒有 以前 部落格還不流行的時候 大家都很辛苦 還要學網頁的語法 然後來設計網頁 對不對 有的協作平台 其實說真的 老師在用 至少我用到現在 有用到語法的機會 幾乎是快等於0 也就是說 你可以在完全不用任何語法的狀況下 大致上你的東西都可以做好了 當然它還是有一些限制 沒辦法說完全那麼靈活 但是至少 可以對一般老家來講 我不要說我為了要做網頁 然後我去寫什麼 HTML Gava,Twitter 那些Flash 不用這些你都可以直接做 所以等於說你可以要稍微規劃一下你網站的架構 那麼後面呢 裡面我們會講到一些 那再來就是說針對 因為你既然是用Google的服務 其實Google的服務跟Yahoo一樣 現在都是一頭大腹很多 那你要會把這些東西整合起來 這裡面掛掛的Google的文件 Google文件就有很多 就是類似線上Office 那再來就是Google情勢力 你也可以用 好也可以用 把它整合到您的那個 就是協作平台裡面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協作平台的教學資源 你這個部分說的網路上 我覺得好像比較少 好像稍微少一點 好 這個 是我難得看到他要學比較完整的 只是 他的名字 哈哈哈哈 名字的話 說真的 看起來怪怪的 好沒有關係 反正至少有一個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國小 各位老師知道在哪裡嗎 叫紅 叫紅 沒湊 他做平台 做米娃 哈哈 我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要新門 哈哈哈哈 好 那 因為像這種小學校 他資源少 你老師要做網頁 要弄什麼很麻煩 他其實已經把協作平台弄得很好 但是他的缺點就是 老師沒有什麼時間做美工 所以你會覺得看起來都是白白的 但是您可以跟自己學校的比看看 因為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真正到他的網站稍微來看一下 你會發現說 其實用協作平台做 也可以完成 就是 很多數的那個功能 好 有進來了 有沒有 像這樣子 你看他把什麼東西 他把 學校裡面所有的東西 是不是都放在一起 你看我們左手邊 瓜瓜的 跟國小有關的 有沒有 行事例也在這邊 行事例當然不用講 他協作平台用的那麼好 肯定是用Google的行事例 對不對 那 他的相簿 他的行政團隊 對不對 問題跟建議下面還有 有沒有 這些東西活動成果 這些都有 那你看我們來看看這裡 學校的介紹 有沒有 真的都在協作平台裡面去完成了 這個應該是我目前看到就是 學校裡面完全應用的 好 比較少看到這樣子 那大部分都是說 欸 比如說類似像這樣這樣 班級的 或者說可能 行政的 好 就是教練介紹的 那像這樣去把它做 那麼 你點進去之後 他還可以看到很多 好 你看他的這個 幹部也好 行事例 這個有沒有 就是把 行事例又 掀入到我們網頁裡面 那你可以發現說 其實如果說 您 真的要自己寫 或者是網路上去找 好 就是學校這些資源 你要把它完全整合在一起的 其實還不太容易 因為不同系統 蠻麻煩的 對不對 對 所以除非你有了解 那麼 您可以發現說 透過這樣的方式 可能就比較 最老實在說 我可以比較專心 在做我的內容 而不是去商量去 這功能要怎麼用 這功能要怎麼寫出來 還有沒有什麼 那個 的部分 所以類似像這樣子 其實 他 事實上 只要在 把每天 修正一下 整個網站 效果就不錯了 好 就不錯 這個是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有這樣 那另外呢 這個是我上次去 這個東正大學 好 他們 這個 研究所同學 他上完課之後 他就把它運用到這邊來 這樣也可以 就是 等於說他自己的報告 好 申老師這個研究的報告 也是像這樣子 那麼 這個是 那個 長藝 長藝高中 我們泰平這邊 長藝高中的 他們 學校老師也是 利用協助平台 才把它 做成像這樣子 那這個是學校老師的 教學 他也是 你看 有沒有看起來很像部落格 對不對 好 其實如果說老師是個人的應用 就可以類似像部落格這樣做 好 部落格他 可是他 部落格呢 還是有一些限制 對不對 請問部落格可不可以上傳附件 老師用到現在部落格可以用附件的方式上傳嗎 假戴一個 這篇文章我有一個 附件 夾在進來 好像大多數不行 對不對 有一些有付費的可以 但大多數的部落格應該都不行 可是 我們在 Google學校平台可以 好 你要夾什麼檔案 沒有問題 那他一個檔案的上限 50Mb 50Mb 所以應該夠 我們平常應該很少放那麼大的 再放大一點 拿到別人家去放就好 就不要放在自己家裡面 好 那麼 這裡也是 這也是那個 行業的 好 另外這個呢 既然有這種免費資源 就會有人 怎樣 拿來做廣告 對不對 就會有不當的使用 不好意思 這裡已經被刪除了 為什麼 去好不好選舉 哈哈 我就跟Google講 這是廣告網站 那這裡我就把它 它就被刪掉了 因為反正這個上面也有 好 那這個是廣告要的 好像是要的部分 好 所以這個部分給大家看一下 那後面這個申請Gmail段號 我想大致上老師都已經有了 所以這個部分呢 就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把Gmail的部分呢 它比較一些特殊的功能 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如果老師您是 因為有幾位老師 是剛開始用Gmail的 其實您會比較 剛開始不太習慣 不太習慣 但是您會發現 Gmail確實有它的好處 那首先第一個 我想大家應該用的比較多的 就是這種所謂的群組的功能 對話群組 好 您可以看到這邊 有沒有發現 這裡面都會有幾封信 像這樣幾封信有沒有 因為以往如果你用Yahoo的 或你的其他信箱 我們郵件往來之間 是每一個都是獨立的信 那你要找 有時候我要看 我跟這位同學啊 老師啊 我們聯絡的過程 那你可能就比較麻煩 用搜尋的也要 要比較多時間 那麼 我實際給各位看一下我的信箱 好 您這邊看一下 這裡 就那麼多信了 好累喔 呵呵 好 您看這裡有兩封 這裡有兩封 好 跟這裡有兩封 有的其實我都到十幾封了 好 那 所以我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這裡 剛好都比較少的 後面應該有比較多的 你看這裡有五封 有沒有 好 我就可以知道說 我跟他來來回回的這個過程 那 我點進去呢 他就把所有的這個 都收集在一起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把它閃開閃開 這個就是我覺得 應該 Gmail 他算是他的一個特點 跟別人最不一樣的地方 好 這個我不知道 這是他的專利 至少 我現在用其他信箱 還沒有看到有這個功能 好 那麼 會像這樣子 齁 那再來就是你可以標示信號 好 像 各位老師您剛剛看到的 我在這邊 有那個加信號的 有沒有 比較重要的 我就把它勾起來 勾起來 比較重要的 如果不重要的就算了 好 像這樣比較重要的把它勾起來了 所以我下次呢 就可以請他幫我過濾一下 只把重要的列出來 好 只把重要的列出來 事實上 還可以做後面還有一些其他的 就是所謂的標籤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 這個 如果你已經有在用 那個 Gmail的 你有用過標籤嗎 像我的 Gmail已經是變成我的入口網站 也就是說 他會去幫我 收 收那個 什麼 我看一下 這間 郵件設計 他會幫我收其他的信箱回來 比如說您看到這邊 我的那個 賬號 你看他會幫我收這麼多信 有沒有 幫我收這個Gmail的 幫我收Yahoo的 Harmail您倒是可以直接收 Harmail目前沒有任何限制 所以您不想要去Harmail那邊收 你就透過Gmail說 因為Gmail另外一個特點是什麼 就是 垃圾郵件 過濾的還蠻乾淨的 所以平常 我不知道 老師如果用Yahoo的或其他信箱 應該你會發現說 平常 一打開信箱 要做的不是正式 先把垃圾信刪掉再說 所以你給他花一點時間 但是我在Gmail裡面 說真的 偶爾還是看到垃圾信 但是看到的機會相當低 相當低 所以您可以看到 像這個Harmail人 我還有這個 我還有這個 他就幫我收起來 那收起來之後 我怎麼知道 有沒有那個呢 你看我有這標籤 你看這邊 有沒有 我可以從這邊去知道說 我哪一個信箱的信 有沒有 在這裡 當然其實我也不需要從這邊看 因為當我整合在一起的時候 我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這個信 是從這邊寄來的 有沒有 他會幫我標示出來 這是從哪個信箱寄來的 剛有看到的 嘿 你就會比較清楚說 哦 這裡是 他送到的是這個信箱 這樣沒問題吧 好 這些我想都是 您在用其他的那個 呃 郵線系統 比較少看到的 另外還有一個是 所謂的工作表 不過我想工作表的部分 其實 事實上是可以整合到哪 形式例裡面的 欸 因為我現在工作 量比較多 所以我有分很多的 對吧 我啊 要做的事情 要被修的 哈哈哈哈 嘿 有些事 我就把它分類分好 因為 我想 也許老師有用過一些所謂的 技術的那個 那個功能 但是 欸我如果能夠把這些分好 那其實就很簡單 我在收信的過程 我就可以順便把它加進去 所以是 你看喔 我在這邊如果 欸我發現 欸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就把它勾起來 然後告訴他 這個要給他什麼標籤有沒有 就是屬於工作的 好 那如果我要加到右手邊這裡來 我就把它清掉工作表 你會在這邊就看到 有沒有多一個 對不對 那有時候我們事情 你要有一個什麼 截止時間啊 我就可以順便把它 測一下 假設今天 那今天一號 那這件事情可能要下禮拜 一之前完成 我就把它勾起來 那你知道會變怎樣嗎 如果你知道你的行事曆 那你的行事曆 那你的行事曆的時候 這些工作就會在裡面 你了解了嗎 好它會跟你的行事曆整合在一起 好整合在一起 所以你看到我們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多一個 有看到了齁 嘿如果你已經完工了 我就可以回到我的那邊 回到這邊把它勾起來 那代表這件事情已經做完了 好所以 你可以發現說 當你把它整合在一起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 去沒有 應該是Google服務 你看像這些我已經做完了 他就要給它勾有沒有 好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很亂 兩週 然後我把 我的跟我個人有關的不要 給你看這個就好 有沒有 類似像這樣就好了 我可以把它分門別類 讓你看什麼東西要 什麼東西不用 好像這樣子 那我想這個部分呢 有時間我們再慢慢看 好就是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Gmail的部分其實 應該還不錯 好